口罩实名至3.0 本周三正式上路 民众只要拿的健保卡到四大超商 就能预购口罩 口罩领取专区的口罩预购的功能 然后超乎健保卡 然后输入手机资讯 然后以及就是确认明细之后 就可以列印小白单到回来结帐 那整个过程的只要20秒的时间 在口罩领取 我们这次也新生了口罩APP 来领取这个功能 那主要目的就是减少 就是领接处的提供的方式 这样的话其实都方便了 因为药局也不用排队 那我用超商买的话也很方便 管道就很多元了 就很多了 可以有药局 然后可以APP上面先申请 然后或者是直接到超商去领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方便民众很多了 而且会减少排队 新的购买口罩方式不用抽签 现场直接付款 事后再到我预购的原超商取货 预计开放三天的预购与缴费 行政院表示口罩实名至3.0实施后 民众买口罩的方式将有 药局 网络预购 超商预购等3种 详细的实施内容 指挥中心下午将有最新的说明 以上是新唐利亚台电视 曾一豪李晶晶在台湾台北的采访报道